大家好,我是五仔 我是希哥 我们是Hey5,讲新闻 好了,下午的新闻我们就不会报天气的 但我们要报 我们快要20万订阅啦 如果未订阅的话,快点订阅啦 希哥是不是这样说? 是啊,你记得按你的免费订阅和铃铃啊 我看其他台都是这样的 免费的,免费的 都不知道哪个台收钱 好笑 先说新闻,我们先说一些确诊的数字 近日好像有点回落 现在说最新的数字就是10宗确诊 10宗就算少啦 3宗是源头不明的 包括旺角诸性中学的男生 再说,那个疫苗未有个31岁的男生暈了 说失去知觉 当晚就宋苑留意 有些专家又出来说 说头云是常见的疫苗副作用 如果情况严重的话 症状就会与失去知觉相近 哇 昏迷可以解头云 头云我真的有试过 但是你说昏迷和头云是否相近呢 它是比较严重的头云 是专家告诉你 他说血糖低和紧张都可以导致头云 如果紧张就会导致头云 他就说跟头云很像 他说失去知觉和头云很像 专家说的不是我说的 他有些是建议的 他现在可能不知是否姓賴的呢 他就建议早上打针要吃早餐 以免血糖过低 长期病患者呢 如果刚刚转药或者增加药量 就应该等一至两个星期 等身体适应才去打针 这些专家很搞笑 他说什么 你不可以说用送丸数字 去代表这种针有没有副作用 严重性大不大 送丸的数字都不可以这样说 是看他的症状是什么 才算是严重不严重的副作用 送丸也不严重吗 好人好者走进去 你猜当是什么 酒店吗 staycation 真是瘋子 医院WiFi不太好 没人上去 是呀 他们说完这些东西 现在就说那种疫苗 除了失去知觉 可能是血糖过低 腦部 功氧不足 引致暈倒 他说可能 他不知道 他只是估计 他说 可能有其他身体不妥的 譬如你武力 心跳变快 飙冷汗 个人飘飘下 或者打针 你紧张 神经反应过敏 都会令到他暈 但他强调 外国并无数据 证实复必泰疫苗 会引致昏迷 那些人现在醒了没有 没有一份报纸说他醒了 还没醒 很害怕 如果他醒了 他会说 会报醒 对 他现在不是 好笑 真的 那些专家说完 我们会不会放心了 我现在就觉得 哈哈哈哈 不知道 好像怪怪的 是不是 那不要管他 既然确诊数字 比较少 但疫苗 这些数字 就好像差不多 现在又建议你去吃早餐打 到时你吃了早餐去打 有什么紧张呢 又说太饱了 又说你凶肚吃早餐 真的麻烦 不要紧了 总之姓賴 现在那个人都没有醒 他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吃早餐 那你就说是关吃早餐事 就不关疫苗事 哎 随便吧 再说一些很搞笑的新闻 我之前又说过 这个中国内地 北京那边 就有这个严重的沙尘暴 那很好笑的 香港的天文台 就在这里 煞有介事地说到 香港会不会受影响呢 那我和我的朋友 就一说之后 就一声笑了出来 他说 哇 不是关事 你看一个世界地图 远得多紧要 又说什么 关不关事呢 就到时 要真的看情况才知道 天文台说的 不关疫苗事的 那些 就说得很什么 很含糊不清 我觉得十万八千里远 西贡沙 不是西贡 西贡 西贡 不是西贡 西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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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沙尘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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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搞到来香港 十万八千里远 这些他说得隐隐悔悔,未必没事的,大家自己小心啦 但疫苗那些他们说得很实,肯定没事 所以天气就还天气,有些事情不关系 讲开这些算是天灾,又讲讲人和 人和今天天水围发生了四车连环伤撞 哇,好恐怖,开电单车的铁骑士撞到整个飞了出来 摄氏司机不顾而去,又是一宗走人,真是无功德心 每次都是这样,碰到人就走了 再讲了,西贡那边真的有人行山失踪了 失踪了两天,多个部门都在搜索 58岁地盘工人叫林永忠,希望快点找回他 经常讲西贡那边好像有结界似的 进去不知去了哪,出不回来,你有没有试过? 我很少去西贡 我就算听鬼故事,看网上的鬼故事 经常说铁骑士进了结界,不知铁骑士去哪 对,接着警察去找他,原来这人只是在村口 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前是乱撞江还是怎么样? 不知道,不关事 地球哪一个位不是乱撞江啊,这么多年 是不是? 但不知为什么,西贡就特别多这些失踪之类的 西贡近期已经不见了两个人了 有一个好像找回都已经不在了 所以稀山莫稀碎 其实山也不要稀的 好了,讲完这些意外东西、疫症东西 讲一些人和东西吧 其实香港近期发生了一些骗人的事 先讲一件事吧 这件事是笨的 这件事是很笨的 这两个父子 用一个死了的亲人的身份 去申请一万元现金发放计划 你真是猪头饼 死亡症的嘛 人家一按电脑就能查到啦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是不是很不行啊?有失业之类的 行不行就不知了,贪心肯定的 香港谁不失业呢? 那是 父子涉嫌罪同被捕 一对父子涉嫌欠政府一万元资助金被捕 深水埗警区刑事队在去年九月中接获报案 接着就说有人用这个死去的亲人身份 申请政府对合资格人士发放一万元现金发放计划 经过深入调查之后就捉了他 这个就是一个38岁的理性本地男子 和一个70岁的他父子 两个人是扣留的 哎,真的这些 说真的,老爸和儿子一起犯这些事 哎,通常老爸教儿子 你叫人做人,最重要是做好人 不要骗人 我怎么知道老爸和儿子一起去骗 这个可能老爸教精你 老爸教精你,死吧 你这样按电脑,你按陈大文死了 你怎么可以骗到这一万元呢? 现在警方呼吁了 他说不要一时贪心,就錌而走险 就骗这些资金 他说如果犯了这些罪 一经定罪最高就要监禁14年 哇,一万元 也不抵 当然不抵 纯粹是贪心的意思 贪心会做出很多违法事 又说说有一对无良情侣 真是不知所谓 不知所谓 扮不见银包 问学生妹借钱和电话后 立刻撇 哇,涉九宗骗案被捕 在九次里面 在地铁站里面犯案 骗了大概4万元现金和财物 这个痴红大道是专骗小女 哇,气哥有没有被人问过拿钱? 有啊,在葵方和葵卿地铁站也试过 怎么问? 他问我没有钱乘搭车 然后在葵方问过 然后我说No 下次在葵卿问我 我在葵方站见过你了 然后他会吓得立刻就 是吗? 这么简单 以前有什么一元党的 给一元我,给一元我 我只是说这句 给五元我 我没有钱乘搭车 给五元我,很多 大埔都有 如果是老人家或者怎么样 我看一下他什么环境 不是老人家,有些叔叔,有些阿姨 是,我知道,有些新移民 只要有一次 有个大陆女人走过来 他说,先生,有个问题 想和你,有些同胆 他说,什么事啊,什么事啊 他说,我们不如一起去吃饭 他跟我说 我和你一起吃饭 他说,是呀,是呀 我说,你想介绍餐厅给你 他说,不是这个意思 我身上没有钱 他跟我说,是女儿 我说,你神经病 我说,不是,不是,不是 我转头就算了 我没有骂他 我知道他什么了 很多这些人 古灵精怪 这对情侣 上年十月到三月期间 九次就在不同的港铁站里面 就向这个年轻的女学生 就讹清 就不见了银包和手提电话 就借钱就搭车 好心的事主就借钱 和手机给他 那这对情侣 就假设去票务处买票 然后就拿手机 就走了 那九次里面 就骗了九部手机 就每次都骗手机 哇 是啊 他都不厚你的几元 20元 手机 肯定过千先 你知道那些女儿 多喜欢用iPhone 骗了九部手机 就大概是 现金就少了 750元 和一张八辣通 计算了手机 总值有四万多元 那这件事调查之后 就在宾馆里 就抓了一对 分别是44岁的姓李 和35岁的姓邓的无量情侣 那两个人就涉嫌欺骗手段 就骗取他人财物 就现在就扣留 那也算是笨拆啦 就是你说这个世界这么多CCTV 别人报警 是吧 不过很难抓他的 这个时势呢 你说戴着口罩呢 都挺难的 是啊 我想要逐格逐格看才能抓到他 我猜是这样 但这些有引的 他开的都是他开的 是 他住这些旺角的地方 他一定不会是走去柴湾 荃湾 天水围 很容易兜的 当然 也是的 那 大家不要乱借给别人 其实这些 如果给仗我也不会借 真的我不会借 我会叫他去票务署 如果是电话那些 其实票务署可能帮到你的 是 我不借的 尤其是现在这样的时势 你借个手机被人有菌的嘛 手指按一下按一下 是不是 那些什么不见了 不包那些 那大事啊 有没有报警啊 先报警先吧 哈哈哈 立刻咬了即走 不是啊 哄他 他问我拿手机的时候 我还要问一问他 你要不要借钱 他说你又知道要的 那你又没有pay me 然后他就拿手机出来给你按一下 可以啊 可以啊 那你是不是有手机了 现在 我试过有个问我借钱 就是 搭小巴不能够叨八达通那些 是 他说 我真的不是骗你 我pay me给你 你先给我 那次就不是骗我 是 他有心 他真的有需要的话 是完全不同态度的 是 我有时 我有没有试过这些情况呢 通常我出门 都一定带出门三宝的 就是电话、银包和手机 是 电话、银包 不是啊 电话和手机是一样的 是电话、银包和鑰匙 对 出门三宝 不记得带的 就各自理 如果有什么问题 你说不能打电话 那你找客户服务署 看看别人能不能帮你 那些人在地铁站 是专门来帮人的 我觉得他们找到一些学生妹 因为其实那些女生 都不知道怎么拒绝人 是 教你做好人 唉 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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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哪有方法 怎样都回到家 他召唤的士 然后到他 他妈妈叫他下来 给钱都可以 吹水 对了 你真的不见了 去警署 警告那边 或者带他 我爸爸是警察 不要了 这些可能会有病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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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是用这招 很危险 以前是用这招 或者不要说这些 说笑 说笑而已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香港 希望大家不要乱被人欺骗 不是乱 不要容易被人欺骗 无论是钱方面也好 感情也好 什么也好 明天会再跟大家跟进疫症的新闻 今天时间是这么多 谢谢希哥 好了 线心放在对的位置 拜拜 我们下次见